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4日,丹麦公开赛迎来五项比赛决赛较量,这次比赛随着赛程进行,国宇只有女双晋级到决赛,国宇的郑宇和黄东平组合携手出战决赛,他们的决赛对手是一对韩国组合,郑宇和黄东平渴望为国宇拼下一个冠军为祖国献礼,郑宇和黄东平成为国宇冲击丹麦公开赛冠军最后希望,郑宇和黄东平面对韩国组合, 还是有一定优势,郑宇身材高大,后场优势明显,黄东平往前截杀能力有目共睹,李绍兮和深深赞组合,虽然配队时间更长,可是,他们的打法已经是被了如指掌,黄东平和郑宇期待放手一搏,这次丹麦公开赛,国宇因为体能和伤病问题,多人退赛,连续出战奥运会,全运会,苏迪曼杯和汤油杯,不过,日本队同样是连续拼杀, 在经历东京奥运会的惨败以后,日本羽毛球迅速崛起,在苏迪曼杯和汤油杯都有稳定发挥,日本羽毛球发奋图强,在南双和南丹都有球员晋级决赛,国宇这两项比赛更是短板,国宇的南双组合遭遇一轮游,南丹陆光组遭遇次轮游, 陶田贤斗为日本拼下一个南丹决赛名额,再次迎战丹麦的安赛龙信心十足,此外,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更是一路过关斩将,他们成功打进最终的决赛相当不容易, 这对组合也成为大黑马,此前,汤姆斯杯表现就相当沉稳,无奈男丹表现不给力,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成为日本男双崛起的新动向,两个年轻人配合默契,未来成为世界前十并非不可能,另外,日本女丹山口西会是安喜盈,山口西个人能力远在安喜盈之上,只要正常发挥拿下比赛,应该是问题不大,此外,混双方面,渡边永大和东西, 也有沙会师最终的决赛,他们更是击败东京奥运会冠军王毅律和黄东平,面对泰国的德刹波与沙希利,日本组合更加强大,有望冲击这项赛事冠军,日本只有女双,没有入围丹麦公开赛决赛,也是情有可原,日本女双的广田采花没有来,她和福岛游记仍然是世界第一组合,如果不是广田采花伤病,日本组合很可能五项比赛全进决赛, 韩国女丹和女双晋级决赛,丹麦的男双和男丹两项晋级决赛,两队同样是力压国语,日本成为这次丹麦公开赛最大赢家